你不是做了四條,你是做了四部分 第一條你的答案就是x的17次方 這一個就是正確的 A部分我們不用說 不用說 A部分不用說 而B部分你下一步就寫這個 是不是? 是啊 我想不明白的就是 國五是從哪裏出來的 國五是 不是很自寫 說到這樣,B的答案是錯的 你嘗試現在再做一下 看看 B的位置在哪裏? 不是,下面 下面 下面 那A14也是在下面,是不是? 嗯 所以呢 會不會是A14整個B 就是在份母,分子是多少? 分子就是B 分子會是什麼? 分子應該沒有東西的 沒有東西的 那是不是放1 是啊 沒有東西?難得你說沒有東西 那就不寫 不行,我們都要寫這個上去 寫1上去 這個才是政府的答案 你現在改 下課之後 下課之後再發給我 OK 是不是仍然都解釋不到 原先你的答案5 怎麼來? 也解釋不到 是啊 很科幻 解釋不到 好 之後 那你一邊改吧 那你一邊改吧 你是不是改在原先你交給我那份上 嗯 正確 我想問C part你寫什麼 哦,OK 看看 XY3次-20 Y3次 over X9次 就是我剛剛寫出來 就是沒有冤枉你的 是不是? 你是這樣寫的 嗯 是啊 是啊 你做過C part 又是 做到一個人暈倒 是不知道寫得什麼 不知道寫得什麼 好 不知道 這裡是不是X 20次庫 是啊 這裡是不是X 是啊 對啊 所以這兩個X的Term 似乎做雙什麼 雙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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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應該是-20-9 -11 計數機 不是-11 是-29 是啊 喂 那而Y 我當 我不動它 所以就是X的-29 over Y的-3 故事未完 知不知道答案是多少 Final Answer Final Answer 是否可以X-Y 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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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用Final 一樣才可以 現在那兩個Terms Final 又不同 一個X 一個Y 處方又不同 一個-1 一個-3 為什麼這一個不可以是答案 因為這兩個 是負數 OK 一定要寫作Positive indices 一定要Positive 一定要Positive 那個答案一定要Positive 做的中間有負的power不要緊要 總之最後一定要Positive的indices 好 看一看 看一看我現在最下面黑筆寫的東西 是 這個怎樣寫作正的indices an 寫在哪裡 n在… 不是在旁邊 下面嗎 對 去到下面 指數可以由-n寫作n 上面的份子便寫1 OK 類似的 如果1 over a-n 去到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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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寫上份子 寫上份子 就是這個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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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怎麼辦呢 所以原來 只不過他們的位置 丟換了 好 原先 x 在份子 就跳進墳墓 是 這樣寫正29的次方給他 如果y-3 就彈了上份子 就寫正3的指數給他 OK 這就是答案 但是 你想清楚 去到最後答案 你明白嗎 明白嗎 明白 明白嗎 好了 最後D-part D-part的答案 是b6 over a7 OK 這是正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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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就說 你錯了兩部分 兩次 改不改一次 改不改一次 改一次 改一次 是嗎 好了 喏 但是呢 我想問你有沒有print出來的 還是你在電話上看 沒有 你在電話上看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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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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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還有 這裏呢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看進去 下面 最初就是Law Index 其實 同一版 下小小已經是Factorize 也有你中三教的東西 也有你中三教的東西 所以 你要做的 你慢慢做給我吧 可能到時候我告訴你 做多少 好嗎 OK 好 等等 我要轉一轉 上次Percentage 那份你還有沒有在 找到嗎 呃 Percentage 對 對 找到沒有 找到嗎 找到 很厲害 好 好 你做於什麼呢 呃 在想 是嗎 不知道 不知道自己做了什麼 呃 真是讚我 先看看 應該怎麼給你看 那個題目在這裡 第一題題目 是這個 是 你做的事呢 有些是對的 不過 特別在於 就是你的寫法 那個寫法有些是不正確的 你等一下 啊 反過來我看不回你那個 我看不回你那個答案 你等一下 等一下 因為現在是改正 就是我們現在的 所以 有些你寫得不太好 我都會跟你說 好 Mark Price Mark Price 480 然後 有一個叫 Discount Percent Discount 25% on the Mark Price 所以 Selling Price 你就寫 是 480 乘 75% over 100 你是這樣寫的 好了 計數機 計數機 麻煩你直接按 你現在的顏色 一出答案 應該是 一出答案 你真的按我剛剛寫的顏色 一出答案應該是 我寫的 多少 360 哪一題 是 是否因為沒有加% 你按吧 3.6% 對 如果這條顏色 是特價3.5% 不會 是嗎 如果是我 就去買 有沒有用一回事 3.6% 是甚麼所謂 那條顏色是不對的 好了 正確答案是360 其實應該是把Mutter Price 就乘多少呢 其實題目裡 從來沒有75%出現過 是1-25% OK 那條顏色已經是這樣 答案就是360元 所以原先的顏色是多了這裡 多了100 超過100是不需要的 原因是因為 其實你的% 就是百分之一的意思 那你 你沒理由做兩次嗎 隨便做一次就可以了 360 對 答案是360 是對的 OK 你的A派是對的 好 答案是Bpartner 我想問我沒有跟你說過 以前有個學生 我跟他上了很多年 基本上是中一算是中六 然後他有一次跟我說 叫我有空讚他 我沒有跟你說過這個故事 應該沒有 應該沒有 對 就是你每次都說我錯做得不對 做得不好 很挫敗而已 對 有時候跟你們改正 對 不斷說你們錯處 沒有辦法 好 Bpart Bpart 你的色 對不起 你的色不是這樣的 這是B 這是第二題 正確 你的B 是給我這個 按回剛才的說法 肯定是錯 但問題是 你的答案是寫什麼 你的答案是640 沒有壓力嗎 660嗎 你不是寫640嗎 是 但它是有Profit 它有Profit 它有Profit 而這個是Cost 這個是Cost 所以我們現在要找的 對不起 這個是Selling Price 360是Selling Price 而現在我們找的是Cost 所以那個Cost 一定是要 少於 你才會有賺的 對吧 嗯 是不是 如果不是 何來有賺呢 所以你算了640 這個答案肯定是不對的 OK 好了 那說回應該是怎樣 既然你有Profit % 是20% 既然你有Profit % 是20% 所以呢 中間一定有個Factor 是1加20% 一定有個1加20% 而只不過呢 你要想 現在是 Selling Price 和Cost 去做比較 究竟360 和這個1加20% 中間做的是成 還是除 我當我不知道 我當我不知道 你試一下做成 一次給我看 按機 和除 一次給我看 告訴我 兩個答案分別是多少 如果成的話是432 成的話是432 如果除的話是300 好了 給你再答 是應該是成還是除 嗯 呃 除 剛才你是不是回答 自己 是除 怎麼決定 呃 這個呢 他說 Cost 是嗎 即是 你的答案 究竟是432 合理 還是300 是合理 當然是300 因為我們要拿的數 和360比較 我們拿的數應該是比360為小 所以就300 OK OK 但我想問你 明不明 我說 因為 %是20% 所以必定有1加20% 這個Factor 嗯 這個你 都可以的 是嗎 可以 好 好 OK 之後第二題 題目是這樣 如果忘記的話 就是 起碼你的顏色 是有問題的 不過你答案是對的 你答案是對的 120x100 加25% 超過100 你這樣寫 是嗎 嗯 答案是150 我寫這些是你寫的東西來的 那 跟剛才一樣 如果你按計算機 你按這條色 OK 答案不會是150 OK OK 好了 正確條色應該是怎樣 在哪裏 好 A 是25% 比B OK OK 而B 是120 這部分 是在這裡的 OK 那意思是什麼呢 A 是 25% 比120 A 比120 25% 所以 當然 如果我們寫比較完整 Number of books 這個 bookshelf A 就應該是 120 乘回 1 加25% 而25% 事實上 就是150 OK 這個 你沒有問題 只不過是你寫算式的問題 記住 永遠 就是 說 有沒有 Factor 應該是哪一個 一加幾多% 一減幾多% OK 正常的100 就不會出現在 算式上面 按摩機的時間 這部機自動會幫我們加上去 好了 麻煩你看回B part 你寫的答案 B part 我寫出來 你自己寫的答案 只有640 不不不不寫 大2 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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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寫什麼呢 我寫 我寫 A、B、C 哪一個 寫了最多的書 OK 好了 那看看吧 它就說 B is 25% less than C 好了 而現在呢 A 我們知道 是150 這個是A A 而B 當然是120 那我們先把C 好了 C是 less than bookshelf C 所以 必定是有一個 1-25%的 factor 是B 一定有一個 1-25%的factor 好了 所以我們要想的 和剛才大家提到一樣 究竟是120 和這個1-25% 究竟是做成 還是做除 你按機前 你回答我 B和C的比較 哪個大 哪個小 B和C B和C 小一點 B B是小 C是大 好 正確 你試一下 按一次成 按一次除 讓我看看 大家看 乘是90 乘是90 除是160 除是160 現在我們應該拿90 還是160 那個數 90 我們計算C 我計算C C是160 我們計算C 所以C的數 應該是比120大的 所以我們要取得的 所以我們要取得的數 應該是160 所以我們應該是做除的 既然是這樣 最後我們連C都知道了 他問 哪個數目的數目的數目的數目 所以答案應該是C 如果我們真的要說 160 比150大 當然也比120大 所以就是 C B has the most number of votes 其实我们要做成要做除好混淆的 所以有时候我们不妨按两次机 成这样一次除这样一次 看看成还是除才有我们心目中的答案 心目中的答案怎么看呢 就是按照题目的意思 我们的答案应该是比原先的大 还是比原先的小 OK 怎么了? 疾了吗? 没事 怎么了? 怎么了? 没什么事? 没什么事?发呆了 不是 不是 好 另外我又想问 你之后呢 第二题之后你就三四了 三四了? 是不是很合理呢? 是啊 一二完就三四了,对不对? 是啊 是啊 但是呢 这个题目 我给你看一下 这个题目 知道我应该是第一题的MC 第二题的MC 我应该叫你不用做一二MC吧 是啊 因为一一二就是中三的 一二中三的? 是啊 头两题是中三的 哦,OK 好 第三题 你的答案就是 你的答案就是 C 其实呢 三四呢 应该 Form 2后都应该 Form 1、Form 2后都会计算的 但可能会困难一点点 好 但是起码第三题 你明白的意思 对不对? 是啊 Susan 她原先的Salarry 就增加了40% 之后就减少了30% 就问 overall percentage change in the salary of Susan 我想问你 你知不知原先她多少次人工 原本人工是 有没有说过? 没有 当然没有 那怎么办呢? 我们可能当是100元 那人工加了40% 会变成多少? 会变成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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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100 如果 100 100 100 140 是的 那条式 我希望你刚才是这样按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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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少有些东西可以用出来 好了 经过第一次加薪金之后 她的薪金会变成为 140 哇 为什么不能移动 哎呀 算了 好 之后就到减薪金了 那条薪金应该是140 就是 142 142 1 3 9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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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知道多少 知道多少 又或者 更加了还是减少 减少了 所以答案应该是 A或B 因为减少了 而答案应该是 boy -2% 对啊 -2% -2% 正常 应该一眼就看到了 原因是 为什么 因为一开始 我们的薪金是100 100 成为80 所以没有了2 100 没有了2 就是2% 如果不是 我们真的做 我们真的做 哦 我们在 Form 1 的时间 就学过 percentage change 是 新 new value 减 old value 就 divided by old value times 100% 平时应该是这样的 所以就是 新 减 旧 除旧 100% 按出来 应该就是 the last 2% 即是 -2% OK percentage 是 Form 1 学 所以可能是 久一点的记忆 为什么会说回 因为你中三是要再学的 中三 要 中三是要再学的 OK 哦 哦 OK 不过好就好在什么呢 有一部分 就是你中三才会考的 而将来公开试不会考的 好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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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 反过来 你中三校内考试测验 一定会考的 就是texation 即是交税 交税给政府 好一点 对 到时我们会介绍的 少少烦 OK 好 第四看 第四看 列色 有个三角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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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先的base and height 就不知是多少 OK 我当 我当 Basic是1 Head 也是1 纯粹我自己当 OK 之后呢 就变成了 1乘以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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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乘以1加x% 对了 那你都跟到他后面说 你的height increased by x% 所以是否由1 变成1-x% 就是个高 新的高 是啊 而新的base 是不是应该0.2 是啊 没问题 是不是 暂时 没问题 好了 而那个area 旧的那个area 那就 乘以1乘以2 是不是2分之1 是啊 好 许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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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area of the triangle isincreased by 116% 好了 所以 新的area 这个old area 那新的area 是不是应该是2分之1 乘以1加116% 1加116% 1.0多 很快 1.08 是吗 是啊 好 而如果 我们用上图的base and height 去写一条面积式出来 是不是底成高 除以2 应该会等于现在的1.08 你试一下计算一下x是多少 给我看看 尝试计算一下x是多少 x是多少 对 对 对 原來最初我看錯了,應該是1.2% 1.8% 1.8% 增加了80% 剛才我看錯了,是減少了80% OK 這裏有問題的,只不過是最後一條顏色 腳底成功除二,應該是1.8% 沒東西需要改 1.8% 唉,幹甚麼? 對不起,對不起 這裏是加 我剛才一開始 看錯了是減少 寫錯了是減少 應該全部都是增加 所以應該是加的,不是減的 如果你按機,你應該會按到 1加X%是1.2% 你會不會按到這裏? 會 所以X是多少? 如果會的話 1加X%是1.2% 那X應該是多少? X應該是 X應該是 最似 最似都應該是20,對嗎? 是 OK 好 那就答案了 真的 20 喂 OK 我先改一下 好,你改一下 寫到你自己的 一個 Copy 搞定 另外一份 另外一份 第一題 是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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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1 2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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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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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就是这三个答案 那我改了 改了 我心想你看不看报纸 不看 没有看过 蛤? 一定不会 没有看过 你没有看过 小学会订阅明报 我订阅也不看 我订阅明报告 或者现在还在订阅 没有订阅 为什么英文会这么好呢? 看Youtube 那当我没问过 英文书会订阅明报纸 小学 好 但网上的专栏有时候都会看了吧 是 我想这些好看 只不过是关于什么的专栏 是吗? 是 关于什么专栏呢? 明星那些? 不是 不是 鬼的 OK OK 即是 你看Youtube也是看一些古怪精怪的 不是 我昨天才看完十七分钟 这些乌龜口吃东西 这个不怪精怪 至少不是鬼怪 如果你喜欢的 是的 真的也是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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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题 好看 第二题 嗯 就是 maximum absolute error 会大小小机会 会知道 maximum absolute error 其实是1cm 除2 即是0.5cm 我们说原来这个1cm是叫做scale interval 你用来量度的工具最小的一个黑度 最小的黑度 而maximum absolute error的意思是如何呢? 现在你有把眼睛 是 现在你有把眼睛 黑度呢? 是1的 所以你8cm 前面就是7cm 後面就是9cm 那这个我猜你 都想像到什么一回事 是吧? 想像到 我想问 如果我有条绳 我说是这么长的 你会和我说它多长? 呃 10 10 9 多少 9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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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我以为你会答我8.8 8.9 那些 OK 那就不会的 OK 因为其实那个黑度 我们看是最接近的 我们看是最接近哪一处 或者比较接近哪一处 或者比较接近哪一处 哪一处 就是画到呢 其实都不知道 它是比较接近8 还是比较接近9 其实它是否类似 可以拆正8和9 中间 嗯 嗯 其实呢 原来我们用这些间歧去量度的时间 其实我们自自然一步用眼 就分开了 看一下近哪一处多一点 那既然一开始我们说 每一个间隔是1cm 那所以我们 你会和别人说 喂 这里是8那么长啊 其实它代表的可能 是不是应该在这个范围里面 任何的长度 嗯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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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OK 而这里左边右边 各自就是0.5cm那么宽 如果是0.5cm 0.5cm 0.5cm 不是你原先间隔的一半 就是0.5cm 就是maximum absolute error 你那个量度最多会错多少 是这样的意思 OK 如果A部分 Fut the least possible length of the rope 那答案就是7.5 7.5cm 因为是图里面的这个 OK 又或者这样说 其实它 你说它8cm 其实它可能是介乎 7.5cm 去到8.5cm的任何一个长度 因着我手头上握住那把尺 黑度是1cm那么宽 OK 所以呢 只要任何长度是介乎7.5cm 8.5cm 我都逼于无奈 要踏是8cm 虽然我明知 有些不是的 但是我逼着都要踏是8cm 这个就叫做量度 或者是估算的一个做法 OK OK 不过我也知道 刚才我用了5分钟来说 但后来可能接收到的 可能都不是多的 OK OK 好 B部分我尝试做给你看 B部分 但是你可以先看一个题目 因为我也怕你可能会忘记得了 看完话听 OK 看完吗? 未 OK 对 我也觉得 都暂且可以 是吗? 是 他说是长度 量度出来2.1米 2.1米 就正确至近 0.1 0.1 2.1 就正确至近 0.1 所以 2.1 2.1 2.1 应该 可能是介乎 答不答得出 maximum absolute error 你记得 maximum absolute error 就是0.1 除2 0.2 0.2 0.1除2 0.1除2 不是0.5 0.5 0.5 2.0 2.0 0.5 2.0 0.5 2.0 0.5 2.0 OK 好了 现在上面那些全部都是2m 我就会把它变成Cm 所以整个8倍 長的圈子 其實整個長的圈子 是介乎205cm 至215cm 而現在它就想切成短的圈子 希望量度8cm 而它的Degree of Accuracy 就是nearest cm 類似的 mae 就应该是0.5cm 一来去去就是1除2 所以8 其實應該是7.5到8.5 OK 現在它的問題是 有沒有可能 切到30條 有沒有可能切到30條 有 有可能 其實呢 我們只需要將 這一條 這個數 乘30 你看看多少 應該是 3 7.5 7.5 7.5 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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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7.5 本身就是 A part 找出來的 List Possible Length 那什麼意思呢 原來 如果你 割成8cm correct to nearest cm 的話 那條短的Rod 起碼長 7.5 那你要30段 所以應該是225cm 意思是 你長的那條 還沒割之前 應該是225cm 但是 但是我們 上面 長的那條Rod 我們說 頂了 它都只會是 215cm 那 因為呢 這個225 就比這個215 是大的 所以是可不可能呢 所以原來是 impossible 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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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思是什麼呢 如果你要 割到30條 量出來是 8cm的 一些 Sort Rod 那你條Long Rod 本身 起碼要是 有225cm 那麼長 但是很可惜 剛才我們 計出來 就是說 你量出來是 210cm 而是 correct to nearest 0.1m 的話 它的真實尺寸 應該是 205cm 到215cm 就算你最長的 215cm 都比我們的要求 我們需要的 225cm 為短 所以你哪可能 割到出來 不夠割 不夠割 是這樣的意思 OK 是不是有點難 是有點難 是有點難 之後呢 還有4條MC 可能這裡我們會講快一點點 3DP 這裡是3DP 不理會它 5個SF 但這裡只有4個SF 所以B是打交叉 C 它說2DP 但明明這裡有3個DP 所以就打交叉 D D 它說是4SF 這裡真的是4SF 所以也不打交叉 看看A A說3DP 所以我們在這裡落閘 2應該是寫的 所以應該是0.076 而不是0.077 所以A也不正確 第一題答我多 哦 哦 好像正確 答得正確 是嗎 你答C 答C 糟 你生氣就是這些 明明 C 2DP 明明是3日水素點 你的答案 所以肯定是不對 對的 好 等等 第二題不說 第三題不說 好 2 3 4都不說 OK 遲些也再說 可能下課再說 好嗎 OK 好 不 不過圖就有CAP的圖 OK 好了 等等 之後 那 其實呢 這裡我們會教 類似Solving Equation 要圖嗎 圖嗎 未必 未必 不過有時候要的 有時候要的 例如你看回 現在你的鏡頭看到 Solve each or falling equalities and represent their solution on a number line 我可能只是做第二題給你看 其實呢 好像做等式 這樣做 好像做equation 這樣做 所以呢 我們就會這樣做 5x 小時候 8加7 這樣 這個你可不可以 可以 之後呢 就是5x 小時候 15 那你可不可以 可以 最後呢 答案就是 x小過3 這樣可不可以 可以 可以 好了 那就叫做完 這個答案來的了 剩下呢 就要畫圖 那我們就畫一條數線出來 之後呢 現在答案跟3有關 OK 按著是向左指 向左指 畫圖應該就是這樣的了 OK 可以嗎 如果要交換的話,要這樣畫圖 如果它的問法,如果它的題目是說 Represent the solutions on a number 9 或者說show your solution graphically 那你都要畫下面的這一個圖 如果題目有說,graphically,show your solution on a number 9 那你都可以畫這個圖 不過呢,剛才我做這裏的時間 做法是否跟solving equation 是完全一樣 是啊 好像完全一樣 我告訴你,其實不是的 其實不是的 做uniquality 你唯一需要很留意的地方 就是如果你有做除數 有做除數 其實剛才我做了一步 兩步 之後三步到答案 其實呢 你知不知道 step 1,step 2,step 3 其實呢 是第二步到第三步 其實我是做了除數的 是嗎? 你看看 除什麼呢? 嗯? 兩邊除了一個5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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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ep 2 去step 3 兩邊是否除了一個5 是啊 是啊 原來呢,我們做inequality的時間 如果我們兩邊做成除數呢 我們要很小心 OK? 我們要小心的就是 我們做成 或者做除 那個數是正數還是負數 positive or negative posi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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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我們那個除五 是positive 如果positive的話呢 就沒事發生的 就沒事發生的 OK? 我純粹和你提醒 下次再和你解釋 如果 我給你一個例子 嗯? 本身5 是不是比負3大? 嗯? 所以這一句是否正確的? 是啊 如果我兩邊 左右兩邊 我成 負2 成 負2 那左邊 是否變成負10 嗯? 5乘負2 是啊 那右邊 是否變成6 負3乘負2 你會發覺 這個不等號 就會由原先的大個 變成為小個的 好 意思是甚麼? 不等號是調轉了 OK 看到嗎? 看到嗎? 原因是因為 剛才我們左右兩邊 成了負數 原來 一做成 或者做除負數的話 不等號 我們記得要把它調轉了 OK 下次我會跟你做 再提你再去解釋 OK 那麼 晚一點 或者明天 我會發一些功課 告訴你 你知道要做哪裏 還有你是否要外出 還是甚麼? 很大雨 我這邊 這邊也大雨 我那邊大雨 如果外出 小心點 好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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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少 都可以 也有 先 我們